大家好我是狼眼很高兴大家能够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比特币的投资 随关联数都不相关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的选择第一纸酒下游顶值思维中的莫非顶礼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 观众能言让你不再害怕 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一个2021年2月21号星期天 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一个11点24分 目前比特币价格在一个56,650美金的一个高度 好我们先回顾一下昨天我们一个旁边的一个分析 昨天我们说到了一个比特币冲破了一个56,800美金之后 出现一波的回调 那么在视频里面也是说到这一波一个回调 但是现在已经进行了一波的一个修复 那么昨天这一波的一个下跌没有多少啊 是只是跌到了54,000美金的一个高度啊 下跌的距离也是不是很多啊 才3000美金啊 所以这个这一波的一个下跌很快就进行了一波的一个修复啊 就在这个0强的时候啊 早上的一个啊时间啊 还快就进行了一波的一个修复啊 那么两个小时级别 那么虽然啊 现在出现一个顶部背离的一个情况啊 两个小时级别出现了一个背离的一个情况 那么它的相对位置的话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位置啊 目前比特币的价格是在两个小时的一个 不能在上方的一个位置中轨一个上方预置运行啊 那么上方的一个阻力是在一个 已经来到了一个58,000美金的一个高度了 上方的一个阻力是存在在一个57,900美金的一个高度 进一步的被拉伤了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么四个小时级别我们再看一下 四个小时级别的话 它的一个啊 它也是在一个不能在中上方的位置运行 这一步的下跌并没有影响到四个小时级别的一个位置运行 连不能在中轨的位置都没有跌破啊 所以说现在的话 它很快进行一波的修复了 修复之后啊 这波良性的下跌之后啊 又开始进行了一波的一个修复啊 又开始新的一轮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啊 说到这一波的话啊 现在压力啊越来越重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它就在啊这个趋势线的一个上方的一个位置运行 比特币啊一路的一个高歌本进啊 那么现在的话它是在五万六千六百美金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存在着一定的一个压力啊压力 那么现在已经重回到这个样的位置 昨天这个下跌到五万四千美金的位置啊 随后快速的进行一波的一个修复 那么现在又重回到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啊 说说它的行情依旧是存在 依旧是火热的 我们再看一天在那些一天在那些的话 对比特币没有丝毫的一个影响啊 一路的是还是一个啊 总体还是继续上涨啊 但是不排伏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回调啊 那目前啊 前那个视频我们说到一个比特币不见的形成一个双顶的一个情况 情况啊 你看这个fsad就对了嘛 啊 未来啊 可能一两周的时间啊 一一个星期啊 一两个周的时间里面会出现一波的一个大回调啊 这一波的回调具体到哪个位置呢 能也是在视频里面多次强调这一波的一个 要注意这一波的回调啊 能否能够抓住这一波的一个实现 一个啊 翻倍的一个操作啊 那么目前的话 挡大一波啊 挡大一波的一个机会啊 进行一波的一个做空啊 为什么要选择做空呢 现在呢 我们啊 在寻求高位的一个压力之后啊 在寻求一个做空的一个机会 目前的整体行情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天之内的线呢 它来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处于一个超买的一个现象 看到没有 它已经到达这个样的位置超买了 所以说 它准备到达一个顶部了 所以说 非常的危险 就在这个样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RSI超过了70 就属于一个非常强定的一个超卖的现象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出货的一个位置啊 不管 因为它现在的话啊 增长的话啊 它10%的波动啊 就是6000美金了 所以说啊 你们可想了 这现在的波动是非常大的 对不对 剩下波动最少有6000美金的一个波动啊 随随便便的一个6000美金的一个点 你能承受这样大的一个暴击吗 这样大的一个啊 涨跌的一个空间吗 啊 所以说在做合约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一个风险的问题啊 风险的问题 那目前的话 整体的行情依旧是存在一个火热的一个情况 比特币的行情的话啊 依旧是啊 在这个57000美金左右啊 啊 依旧是有一波的一个回调啊 57000美金的58000美金这一波啊 是存在的一个回调的一个机会啊 在这一波的话啊 我们相信很多朋友也可以看得到啊 这边来一到两天 现在你不要下什么定论啊 你说啊 比特币一直涨 一直涨到啊 10万美金啊 现在不要轻易的下结论啊 不要轻易的下结论 因为整个行情都是多变的啊 我们要顺势合围啊 顺势合围 千万不要试图去啊 揣测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市场是非常无情的 特别是这个金融市场 那目前的话 很多的一个多单已经被爆完了 被爆完了 昨天那波的一个空单啊 很多一个多单已经被打到止损了 那么 也有很多的一个啊 空单也被爆完了 对不对 一路的一个高歌猛进 爆仓的人呢 超过了差不多2 30万人的一个爆仓啊 一路的进行一个向上的一个情况 那么一路的收割 一路的披荆斩击 那么比特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它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啊 那么我们 现在我们是看到了一个双顶的情况 对不对 我们经常说到了 啊 来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就出现了一波的一个 非常高位的一个震荡 而且啊 它取一更高的一个位置 叫MCD啊 如果它回调能够啊 到达这样的位置 它也会回调到 四万五千美金的一个高度啊 甚至四万美金都有可能了 你看它上方的一个 不能带中轨的位置支撑 就在一个啊 四万五千美金啊 说说 这一波的话 肯定是能演示 肯定能够拿下这一波的一个万点行情的 啊 万点行情 因为它这个这一波的话啊 我真是在必得 是在必得啊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啊 说说等待机会啊 等待机会啊 这一波的一个空单啊 啊 一万点 一万点是有机会拿得到的 机会拿到的 具体我会在我们的事情里面 公布这个操作的一个时间啊 以 啊 注意 注意 这一波的一个下跌一个过程当中 它是怎样进行 来回的表演这一波的行情呢 上次我们也说到这一波啊 在这个位置进行一波的一个做空 在这个四万一千美金 对不对 那么这一波的话 一万点的行情我们是拿下了 对不对 这一波的话 一万点的行情是拿下了 随后位置啊 到这个位置进行一波的追空 在这个四万四千美金 在这个位置追 最多啊 只要它那时候是冲破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新高的时候 就叫它进行一波的一个最多 因为突破历史新高是标志性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那目前的话 它第二波的一个上涨已经出现了一个啊 第二波的一个调整了啊 需要进行一波的一个调整 所以说我们顺势而为啊 顺势而为啊 见识而进啊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行情啊 我们随着大盘的一个波动啊 下涨已经当中啊 你看 你看 说说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信号看到没有 只要它没跌破这样的位置啊 继续的 继续的持有 对不对 如果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下跌它会顺势而为啊 顺势而为 跌到更低的位置啊 跌破这个啊 四万啊 四万美金啊 到达一个更低的一个位置啊 说说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啊 只要没跌破这样的位置都可以持有 只要没跌破这个四万五千美金都可以继续持有的 既然我在我的视频里面也是说到了啊 说到了对不对 这是重要的一个关口 那目前的话 它依然是在这个趋势上面运行的话 我还需要短期的一个回调的一个情况 目前的话 因为它出现一个双顶的情况 也是多次强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之前我们在视频里面说到它会突破啊 突破这个啊 突破一个高位对不对 突破一个两千美金 那么 它啊 前前天已经啊 是昨天 已经突破了一个两千美金啊 到达了一个啊 两千 两千多美金啊 两千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零八十的一个位置啊 对不对 那目前的话它比特币的一个啊以太坊的一个行情的话 依旧是存在一个火热的啊 依旧是一个表现为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而且它没有出现一个调整的一个现象 在这个位置之后啊 这上一次调整之后啊 在这个位置随后进行一步的一个高开的一个情况 继续的进行一步拉盘 而且它还是处于一个超买的现象啊 那目前的话 整体的行情还要继续的进行一个向上走啊 试探这个三千美金的一个高度啊 整体的行情的话 依旧是存在啊 依旧是火热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啊 只要它没跌破这样的位置之前呢 我们的趋势线也是在这里对不对画的出来啊 每跌破这样的一个位置依旧是继续持有 因为它这这一条线就是它的重要的一个支撑的嘛 目前的话 它这个趋势线的一个上方啊 继续进行运行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它整体的一个 那它上方的一个啊 重要的一个位置啊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线也去掉啊 我们找到了它的一个位置 找到它的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目前的话 它是在这个压力位附近运行 看到没有 也就是在这个2000美金这里存在的一定的一个压力啊 所以说它短期又被下来了 只要它顺势突破这个2100美金的话 它会顺势到达一个3000美金的一个高度 所以说啊 顺势而为啊 我们跟上这个节奏啊 一起来吃上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说到这里啊 大家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点点关注的话 请点击小铃铛 我每次发消息的时候 你都能第一时间能够收听到冷眼的节目 好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